网络上有很多质疑刘备身份的言论 在之前很多人对于刘备是皇叔其实是深信不疑的 一方面是三国演义中 刘邪真的是这样喊刘备的 另一方面刘备后来自己也做了皇帝 孙刘扁曹的思想也是深入人心 人们很少有怀疑刘备的 不过为什么后来去却有很多人 在质疑刘备的真实身份 刘备到底是不是皇亲刘胜的后人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 如今的网络文学对历史人物身份的考据 仿佛热衷了许多 颇有点未尽胡扯的一封成天胡思乱想 蹭刘亮 转眼求吧 这不 刘皇叔的身份 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公案典故了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帝世之后 为什么就会混到依靠知习范侣才能够生存 三国志 先祖传里面就明确指出 刘备的祖父熊 附近洪 世事周俊 在那个强调血缘身份高于一切的年代 刘备的祖上是一定要将自己的身世 纳入到家族普希当中的 当时的官员制度是菊孝莲或者是外妻 其实本质上大家都清楚 这些只不过是幌子 草操这样的人物也是菊孝莲的 人家从小飞鹰走狗 亨人拐骗 与孝莲搭不上边的 而外妻从来都是被人看不起的 比如何进这样的爆发户 令人奇怪的是 刘备嘉丽虽说还没有到揭不开锅的程度 毕竟家境贫困 她的母亲居然责令其出去游学 不是普通的公办学校 而是当时非常有名的私立 薛夫 主讲人是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地如指 那可是与蔡优 郑璇 管宁 华兴齐名的泰山北斗 刘备如果是毫无黄族血液的乡野村夫 是没有任何机会能够与公孙赞这样的人 共同在卢职的学院里面修学的 因为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上 卢职这样的人物 根本就不会招收下里巴人 看看后来恐龙 曹操 袁绍 刘表 孙权 刘章等等军阀对刘备的礼乐来看 他们都是冲着刘备的血缘身份来的 与刘备的长相 确实 武功没什么关系 在平定黄金起义的初期 刘备起兵 当地富商苏双 张世平处巨资帮助他 并不是他们会周易可以算出来刘备的日后命运 而是因为刘备的身份 自东汉初年刘秀发迹以来 家族身份已经是这个时期有资格 参与政治角逐的最低资格了 商人的嗅觉是很灵敏的 至少比那些世家大族 久能贩代要强 袁绍 袁绍这样的萧雄 同样是使用四十三宫 身份帮他们汇聚了很多文臣武将 可以占据周骏 可以各霸一方 二百多年的熏陶 公族身份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 如果刘备没有过硬的宗族身份背景 根本就没人搭理得好吧 资质通鉴也交代 除 卓俊刘备 中山晋王之后也 少孤平 于母以范侣为业三国演义 里面的描写就更加戏剧化了 袁绍 袁绍这样的史家大族 平时眼睛都长在头顶上的种类 听说刘备是宗亲身份 甭管是什么知属便肃然起敬 这个不是装出来的 而是他们心里就有这样的认知 虽然他们兵强马壮 实力不菲 可是看到刘备 刘渝这样的没落皇族 还是要装出恭敬的模样的 事后他们也会派人打听的 有好事者一定会刨根问底 挖掘猛料 到处去打听个人隐私的 这些军阀可不是糊里糊涂的听一面之词的糊涂蛋 因此说 当汉宪帝听说刘备是宗主旁之 是有一定的渠道了解到刘备的真实身份的 虽然东汉末年朝政日坏 各地宗族的谱系文件 相信还是可以逐步汇总到许多的 而不是随口乱说 曹操是什么人 人惊哪 要是发现刘备是假冒的皇族 早就让手下踩死他们了好吧 西汉景帝的时候 诸侯王的问题就十分严重了 伟大不掉 自己有财政权 自己有军队 自己有官吏任命权 丝毫不把中央王朝放在眼里 终于酿成了弃王之乱 到了汉武帝时期 采取了推恩令 逐步削弱诸侯王的封义和权力 基本上三代之后 就要靠自身的努力 才能获得官职 而不是统一由中央政府养活了 中山晋王刘胜 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多子诸侯王 他的中山国在死后 要分给一百多位孩子继承 每个人估计只能够封一个村子了 到了孙子 重村辈 估计手里只能够继承一张身份纸条了 如果不亲自从事生产 基本上没人会管的 想当年刘秀兄弟 不也是混到了农民阶层吗 不过汉朝政府对宗族还是有一定优惠政策的 比如太学 官学对于皇族子弟 基本上不需要入学考试 就可以直接入学当年的刘秀 后来的刘备 虽然都是社会底层 却天然具有入学资格 没办法 基因决定的 幸运的是 刘备有一个好母亲 眼光长远 愣是把刘备送到学校读书 这是几千年来两母的典范 一个好的母亲 不仅仅要让孩子吃饱 更重要的是让孩子获得锻炼的机会 总之 我们不能够用现代的制度 眼光去审视近两千年前的社会风尚 会一笑大方的 感谢观看